過去這幾個月 我跟全聯會的朋友見了幾次面 不論是在哪個場合 在總統府 或者是用藥安全的原油會 我對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就是感謝 再感謝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為了臺灣防疫的工作 我們藥師公會全聯會 在我們理事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所有的藥師朋友 不是盡心盡力 給了政府最關鍵的支持 上個月 我到高雄的藥局 藥師朋友們也跟我說了很多的肝苦談 包括半夜要送藥給確診患者的家裡 還有打電話關心患者用藥的情況 藥師朋友的努力跟付出 讓人非常感動 我知道不只是今年的送藥道府服務 我們每一個防疫的階段 我們藥師朋友的工作都很繁重 像是疫情之初 藥局就幫忙販售口罩 真的是很辛苦 這一場防疫之戰 因為我有藥師朋友的付出 讓民眾的健康可以得到保護和治療 現在民眾生活的各個面向上 給予藥師朋友的角色也會更加重要 這幾年我們施藥所很積極的推動 使用藥師照顧服務 無論是藥師到民眾家裡 做居家式的藥師照顧 或是廠道機構提供藥物諮詢 對於守護民眾的健康 都是很大的幫助 未來我們也期待跟藥師朋友一起努力 讓臺灣的藥師照顧網路可以更加的綿密和完善 在這裡我要拜託各位先進多多幫忙 過去大家跟陳時中部長一起打拚 現在我們薛瑞元部長也很拚 我們請大家繼續支持兩位部長為臺灣做更多的事 大家說好不好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努力和付出 我祝福今晚的大會圓滿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